编板大厂群创传出呢 因为认股而引发了劳资争议 群创今年拿出了8万张的库藏股 那么是以在每股3.5元给人工认购 那以昨天收盘价9.16元来计算 折价几乎是超过了六成 不过有员工向平面媒体爆料 基层员工呢能够认购的张数少 而高层认购的张数多 而且这个利润价差高达是千万元 只一说根本就是高层的自肥 希望可以恢复在过去的调薪制度 不过对此群创回忆 他说公司没有固定或是统一的调薪幅度 今年希望可以把调薪转化为库藏股 包括奖金的发放方式来增加员工报酬 少人担心哦 那中心会步入在华为的后城吗 我有专家分析了 当前中心只有受到在美国的出口管制 并没有被列入全面打击的实体清单 虽然处境艰辛 但是相较华为还是存有相关的一线生机 好 另外则是在同伯基板 我们看到CCL双雄 台光店跟联帽在昨天公布了在9月份的营收 台光店公布了这次9月份营收是26.1亿元 月增是0.9% 年成长13.09% 创下是历史的新高水准 而联帽是21.2亿元 月增是7.6% 年成长大约是1.9% 也是创下的是历年的同期新高 对于在未来的发展 台光店表示说 9月份产能是全产全销 而各场区也提前来备货 对于在明年的库存需求 而联帽观察这个需求能见度最差 应该在8月份 目前市场的付出状况 要持续地进行观察 而邮金的焦点则是带您看到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说在今天出院 外加农威又发生了工人的罢工 所以导致了在海上的油气田 是有关闭的状况 因此激励在纽约11月份原油 收盘的大涨 看到收涨是在2.17美元 一口气这个涨幅有5.86% 收在是39.22美元 波兰特在12月份原油也收涨了2.02美元 涨幅部分是5.14% 收在是41.29美元 回头关心是黄金方面 美国有机会推出新一轮的纾困方案 外加美元的走软 因此我们看到在纽约12月份 黄金期货是收涨 收涨12.50美元 而涨幅部分是0.66% 收在是1920.10美元的每盎司报价 好 这是今天的财经焦点都提供给您了 而更多盘市用泰请您持续锁定 我是王孟平 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